我覺得這段時間特別是再升高了很多物質指數 不單是一些去消閒的用品或奢侈品 就算日常生活我們平時吃的東西也好 用的東西也好 要不就買不到 整個油煎旺是一支不要說漂白水 就算連拖地那些都沒有 就算有的可能是搶到很貴 就開始慢慢現在有口罩賣了 但是藥房可能炒價的 炒到三百元四百元一盒的 任職營養師的李小姐 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下百物騰貴帶來的生活壓力 靠做清潔工維持生計的梁婆婆 就更加覺得吐不過氣 我們不擔心了 不回害住那些貴口罩 我們用了要洗淨 曬光就用了 我擔心就買了 這麼貴又不想買了 總之用了就洗淨 但又大了 娘婆婆二年七十幾歲 家裡住在深水保板間房 平時已經截衣縮食 在疫情下更加盡量不出去吃飯 減少日常開支 但都難以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 真是很擔心 膽經心經又怕 屋子又加住 一年又加住 一年又加住 較早前 政府統計署公佈 以2019年全年計算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較2018年同期平均上升2.9% 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平均是3% 其中食品價格更加上升超過一成 有關注基層權益的組織 批評政府沒有辦法助市民紓困 我們一般接觸劏房屋的居民 他們比較多是做一些令省的工作 可能他們會是兼職 即是多份兼職 這些多份兼職和令省的工作 最容易在一些經濟不穩的情況下 率先被人剪掉 有些我們現在認識的居民 可能有三四個月都說沒有上班 暫時就可能要問親友借錢來交租 有些可能儲蓄都差不多見底了 但問題在於政府現在唯一的紓困措施 就是要他們申請縱緩 但其實縱緩自己本身都有很多限制 亦可能有外於污名化 其實不是很多人願意申請縱緩 但如果不拿縱緩 其實他們面對這些困境 現在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方法 幫他們解決他們經濟上的困難 李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港師陳偉強 亦批評政府對市民紓困措施不足 建議當局在長遠而言 要令產業多元化 提高市民的收入才能夠自本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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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